大家好 继续扯闲票啊 但是今天讲的是一个可能啊 可能是一个真消息啊 说这个有一红二代啊 还是一个比较知名的人物啊 跟习包子有点过不去的啊 说这个有可能是陈毅家的人 是吧 爆了一个大料啊 爆了一个大料 说这个习近平啊 其实他已经成功的干掉了江泽民 成功的干掉了胡锦涛 是吧 这两个中国的前两人的党魁 都被习主席给灭了 都给搞死了 那江泽民死大家都知道啊 说胡锦涛其实早就已经死了 这个只是共产党不告诉你而已 所以说是陈毅的后人啊 也不知道是陈毅的儿子 还是陈毅的孙子 爆出什么一个东西啊 这个话呢是挺有道理的啊 两个理由 第一个是这个 这个这个爆料本身呢 值得琢磨啊 值得分析 他当然他不会直接告诉你的啊 因为这是土工中国最高的机密 他也如果把话说得特明白的话 他自己也就死定了 第二个是陈毅家呀 一直是红尔代里面的一个被打压的力量 我们先说第二个吧 我其实是在北京 我认识这个 不叫认识吧 就见过啊 见过这个陈毅的一个儿子 叫陈毅苏是吧 他呢就一辈子没当官 其实他是最想当官的 他没有做生意 他也没有 也没有 也没有当官 陈毅的家的话 应该是在土工的第一代土匪里面 算是很致敏的人物 因为他 他做过外交部长嘛 还做过上海市委书记嘛 上海市长市委书记嘛 应该算是土工中国 比较资深的红色家族吧 但是他们家这是啥好处 都没闹到 我搞不清楚是为什么啊 可能是陈毅死了早 还是怎么第一搞不清楚 说这个这是第一 第二呢就是陈毅家族 还有一个儿子叫陈小璐嘛 他是住在海南 那么好像 就习近平刚上来的时候 搞什么历史虚无主义啊 搞什么前30年后30年的时候 陈小璐在海南这边 在广东那边好像是 说了几句 习近平不说的话 很快就传来陈小璐 71岁就死了 说是有一天中午吃晚饭 睡午觉 睡午觉醒过来以后 就他老婆说 说我不大舒服 然后很快就死了 你说一个人哪里那么突然就死了 最后说的是猝死 心肌梗塞 就跟这个李克强一样的 全他两个是心肌梗塞 所以一般土工的高层的领导 如果是死于心肌梗塞 突发的猝死的话 都是被搞死的 想都别想 肯定是的 陈小璐就死了 陈小璐死了以后 习近平还特意给陈小璐的老婆 打了一个电话 哎呀 说小璐这么年轻就走了 我很难过 他妈的真是 哎呀 习近平的邪恶与凶险 那真是无以复加 这是真的 所以他们说陈一的后代 最近就爆出这么一个大料 说习近平早就已经把江泽民和胡锦涛 两个人都搞死了 先搞死了江泽民 然后再搞死了胡锦涛 是不是 目前的土工国 自从胡锦涛被当众架走 然后被搞死之后 他们很多高层的人 其实都知道 土工国再也没有人敢于 直面挑战细胞子的 也没有人敢于接习包子的盘了 太危险了 是不是 所以习包子现在 不是皇帝 是圣死皇帝 不是一尊 是圣死一尊 真的 目前唯一的就是军方有几个人 可能对他不打对付 但是对习近平 也没有起到巨大的牵制作用 因为土工中国 他在涉及到最高利益的时候 他们有时候有火的 也就是说哪怕习包子 把江泽民和胡锦涛都搞死了 土工中国的高层 那一伙人 至少到中央委员这一级 他们还是认为必须要有 习包子这么一个一张脸面 给共产党给hold住 这个整体的利益不能倒 习包子这个牌子不能倒 所以现在土工国已经没有人敢接习包子的盘 这可以解释 这可以解释为什么 习包子到现在为止 还不安排接班人的一个原因 共产党中国包括毛泽东搞的时候都没怎么搞过 毛泽东搞的时候 先是说刘少奇接他的班 后来把刘少奇搞死了 刘少奇搞死了 有时候林彪接他的班 是吧 林彪也搞死了 是不是 林彪搞死了以后 你就发现就没有退路了 那只好就让这个华国锋接他的班 华国锋是谁啊 是他私生子 现在习包子的私生子 有的私生子被人搞死了 有的私生子估计年纪还尚小 他真找不到人接班 而其他男的就没有了人了 你可以找几个人装装样子 不敢 不敢 没有人 你让胡春华接班 胡春华吓死 淡淡都下缩回去 是不是 你让丁薛祥接班 你是不是想死啊 是没有人敢接他的班 所以习包子只能这么硬撑 硬撑中国的这么一个局面 我觉得这个说法是非常的有道理的 我们说了半天 我们在讲说这个陈一的后代 到底爆了个什么料呢 到底怎么他知道 我们这些人怎么突然知道 江泽民和胡敬涛 其实早就已经死了呢 说在这个微博上面 这个人 大家都知道他是江泽民的后代 其实就是一个很简单的成语 就庆福不死 努难未遗 这个东西啊 其实我们都知道这个说法呀 但是 首先第一是由这个陈一的后代 发出这么一个标语 第二呢 是这个题目一出来呢 就八个字 就是一个成语 立马就给删除 不是这个成语本身有多可怕 而是发这个话的人有多可怕 把这个发这个话的人和这个成语 联系起来 一琢磨你就知道 水很深 问题很大 首先呢 是这个庆富 庆嘛 是吧 大家都知道 这个包子笛叫庆丰包子嘛 庆丰连的嘛 说包子笛要称笛 就用庆丰连 而庆丰这个词呢 你还别说庆丰包子 这个词还挺好 是不是 还是在中文里面还挺吉祥 所以他们说土工中国的红二代 现在都把这个习包子私底下 都不太叫他包子 包子包子来包子去 有些个绰号 是不是 我们这些人叫习包子叫包子 狗不定包子 是不是 完了以后呢 习包子身边的人呢 他的太监叫他们叫什么 叫博士 你明白了吧 习包子有好几种称呼 完了以后红二代他们呢 把他叫什么 叫庆父 叫庆父 因为他是中国人民的父亲嘛 毛主席是中国人民的父亲 习包子是中国人民的父亲 毛子 毛泽东叫毛父 是不是 庆父 都叫他庆父的 庆父的庆是庆丰包子 所以他说庆丰包子 庆父不死 这是个新说法 我们都没听说过 说自由世界的人呢 海外的其他国家人呢 叫这个 西包子叫什么 叫维尼熊 所以维尼熊在香港 在台湾 在这个日本 在美国有很多人叫西包子 都叫他叫维尼熊 很可爱的 胖乎乎的 胖端端的 就这么一个样子 我们叫他狗不定包子 是不是 人家红二代不叫他狗不定包子 也不叫他博士 叫什么 叫做这个庆父 那些上不了台面的人呢 都叫他什么 习总 习总 所以维尼熊 有五种称法 五种称呼 所以由红二代的人 说庆父不死 这个成语 其实就暗示 那就是什么呢 他已经把这个什么 胡锦涛和江泽民 两个人都搞死了 因为这个庆父不死 努难为疑 那意思是 是讲庆父这个人呢 因为他是努国的红二代 鲁国的红二代 你们要了吧 跟习包子的位置一毛一样 上来以后呢 先后杀死了两任国君 就是他前面的两任皇上 两个鲁国的国王 国君都被这个庆父这个人 搞死了 是不是 所以有些个大臣呢 就看不下去了 然后有一个姓孙的人 就说的 说如果这个什么 如果这个庆父不死的话 鲁国的这个大灾大难 是没完没了的 就这个意思 是不是 所以就顶一把话说明白了呗 但是这个话呢 老百姓是看不懂的 但是红二代里面的人 高层的人 都一听就明白 所以吓的是土工中国的王星 立马就把这个消息 这条微博就给删了 删了以后又被人 又把它又做成这个什么 做成这个照片又发出来了 是不是 就摆明呢 就是要跟你把这个消息是捅出来啊 所以说实话啊 看到这个消息 我也蛮惊讶的 我还问了北京的几个朋友 他说应该是 是这么一个情况 胡锦涛其实不在了 那我们之前造谣传要说 胡锦涛还在啊 还在四川成都 还指挥西部军 搞西包子的事 那就很扯淡呗 那造谣传要 那可不有时候就是扯淡吗 所以考虑到共产党内斗是非常凶残的啊 说这个江泽民其实没死 之前传出说这个江泽民的孙子 从江志成 从新加坡回来 看爷爷都成这样了 就一生气 就把他的管子给拔了 仔细想想 这是个非常扯淡的这么一个段子 一个做孙子的人 你亲人 你是不可能把爷爷的管子给拔掉的 不可能 是不是 哪怕他有口气 他只要躺在你 作为一个亲人来讲 他就是一个巨大的安慰 是不是 何况他还是江泽民呢 是不是 开玩笑 江家的人只要维持江泽民的呼吸 他们就是一大家族 西包子就不敢动弹他 是不是 说其实老江 是被西包子的人马 把管的死掉的 说这个 胡锦涛呢 应该是生病了 被西包子给窃死了 这有没有搞点 老鼠要给他吃就不知道了 反正这是我今天听到的土耕中国 我听到了以后非常震撼的一个消息 应该有可能 人家说还是一个知情的消息 有意思 谢谢